王建国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相信大家知道王建国应该是从吐槽大会 他们效果文化 池子李旦 王建国这些人 做了这个节目非常火 王建国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段子 就是在李小璐的吐槽大会上面 说李小璐 他当时模仿周英同 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节奏 那个效果就非常的好 比如说李小璐 他整容啊 他和以前不一样 膨胀了 这个膨胀就用得非常的巧妙 还既说明李小璐的外观也有改变 又说明李小璐 他可能心态上面也有变化 王建国这个人的性格其实也是挺好的 像当初 他们效果文化有很多内部矛盾 他们做脱口秀节目 为了让节目比较好笑 引入了一些选秀 竞赛和淘汰的这个制度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显得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就在自己的段子里边呢 说了一些东西就比较走行 比如说有一次这个磅礴 他在那边说自己 比初中的时候开始跳健美操 像这样的表演呢 他是有一点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是很好 就是你让人回味起来呢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尴尬的 而且他笑的内容比较肤浅一点 但是这也说明这个选手实在是被逼无奈 必须拿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来做那个素材嘛 就可能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 时间比较短 经历比较有限的情况下 就只能拿这种滑中取涌的东西来弄 那段时间的Rock 也其实也承受了相当的压力 就在那个时候 他把自己的那个离婚的东西搬出来说 甚至为了禁忌 就是说如果他禁忌再禁的话 就继续说下半段 其实现在看来 哇 没人想听你说下半段 因为这些东西 他不好笑 观众们来求一个 开心啊 放松一下 他们不是想了解你的私生活 你的私生活过得怎么样 这个就是八卦 不是脱口秀 而是变成一种娱乐八卦 那王俊国当时就表现得比较好 并且在那个 脱口秀大会的决赛上面 非常轻松 他还讲了一段 李诞出去喝酒的这个段子 这个段子非常写实 就是谁和李诞出去喝酒呢 就是他们请来的评委 他们请来了几个脱口秀界 或者喜剧界比较有名的前辈 但是这些前辈过来了以后 也没有认证搞节目 就是拉着李诞 或者和李诞一起喝酒 这应该也是成了圈内的一种社交形式 就是大家来了都不熟 那怎么熟起来嘛 那出去喝酒了 就是聊起来熟了以后 这种熟了以后 比你怎么去研究做节目都方便 因为你想 如果大家 民企很强的一伙人 请来了以后 大家不熟的话 直接坐下谈节目 谈不出东西来的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这个想法 不知道对方的这个习惯 流程 节目怎么安排 没办法弄节目了 所以李诞这方面也是没办法 就是只能去做这些社交应酬 王建国他不做 但是他毕竟也是和李诞 支持他们的元老级别的人 和李诞 关系比较好 李诞喝的一塌里糊涂 不能自己回家 只能打电话让王建国去接 这个酒友 大家都是知道的 王建国又去了 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因为他们做演员的 要写段子 晚上弄得很晚 然后一个电话 李诞一个电话打过来 说不行 你想睡都不能睡下去 可能段子写到一半 还没写完 你就只能去接 接完了以后 你想想时间已经过了很长了 自己又只能再休息个几小时 马上又要开始录节目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深的 就不是非常深 就是非常现实的 直接把这个东西就说出来了 就是说明他这个人的心态 而且他对喜剧的一些本质 感觉是比较准的 就这东西这件事 它确实充满了一种 非常有深度的喜剧效果 这个事情的形式 你看就是很好笑 但是这个形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又是很复杂 它就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复杂性 就是有些事 你不得不去做 我也不是说 这里就是 你也不能说是谁不好啊 你们大家不搞节目去喝酒啊 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 甚至说做事就是这么做的 你不去喝这场酒 大家不熟起来 下面的节目更加没办法录 那么王建国说完这一段呢 其实他是有点得罪人的 就是得罪人的那些评委 就是他们请来的那个喜剧院的前辈 虽然王建国本身的实力很强 所以最终这个脱口秀大会 这个第一季的大王 其实给了庞博 庞博是一个新人嘛 庞博自然也是比较有脱口秀的天赋 就是说他一方面是外在形象比较阳光 还算是脱口秀演员里面的一哥 就是形象上的一哥都不为过 他的表演形式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 就是一般性的人啊 比如说你是大学毕业没多久 工作了一年 又是和脱口秀没关系 你就是究竟可能弄了脱口秀弄了半年一年 但你要达到这种水准是比较难的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当中有 有一个人叫梁海元嘛 梁海元你去看他以前80后脱口秀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元老级的人 我就和史言啊斯文成禄 王建国他们很早就在那个节目里面 开始做些时候表演了 但是他一直提升的不是很多 就他的顿子啊 有时候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表现形成就比较有问题 他可能讲话的气息啊 有点结巴吧 讲话的气息 普通话比较不标准 突然磅礴 凭空 就是就有点像半道出家一样 来搞这个东西 能够达到这种水准这种效果 说明磅礴也是有实力的 王建国他这个人 他其实是有点松的 就是他不是那种拼着命要争啊 要抢啊 一定要把事做起来的 他的性格还是比较轻松随意的 就是比较像一个普通的人了 把脱口秀当成一份工作 比他以前在什么网站上面当写手 赚的多 生活过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没有太大的野心 就是不喜欢拼的你死我活 就是这种性格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大多数普通人了 他们并不是这样要拼死拼活的 要搞把一件事情搞起来 就是很多人他能成大事也是 但是他的性格要比较极端一点 就是他必须要有个很极端 把自己逼得很紧的性格 才能把事做成 这方面李丹为什么能成为 他们这几个人当中的 这个总监级别的人 其实承受的压力是要比一般性的 你只做一个写手 我想想想段子啊表演啊 要大得多的 王建国在那场比赛里面呢 就是感觉就脱口秀大会第一季里面 感觉是有一点放水的 就是他 他不想和彭博一定要争争的 不过我一直是觉得 王建国应该是脱口秀水平比较高的 那么几个人之一 甚至他的水平就是 新人里面呢 我觉得彭博啊忽兰啊 包括Rock 他们和那几个老演员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就是说积累上面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但他们本身的 我觉得形象方面应该 可能比老演员 因为你想 池子李旦 王建国这三个人 其实他们形象上面是很吃亏的 很多这个从业人员啊 就是有事有些被屁股呢 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什么专业 我是搞脱口秀的 就是我们去搞 就像和相声啊 小品啊 这些东西 就是说 他的门槛比较低 很多人都是混不上一口饭吃 然后就想做脱口秀 你让他去做别的 他别的也更加难 可能恨不和我下去 做脱口秀 突然发现 可能可以吃上口饭 然后慢慢的这个 东方卫视那个节目 慢慢剥离出来 夜风啊 他们这些有人脉的人 有资源的人 慢慢出来成立这家公司 自己开始做节目 和腾讯搭起乔来 开始弄 这些老演员他有基础 当这个行业开始起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一定的优势 就是 就相当于你抢占了一个浪 浪潮起来的时候 你在浪 浪潮起 没有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这个海上飘着了 因为当时你也不知道 这个风什么时候来 但是 突然有一天 或者怎么样 这个风就来了 这个浪就起来了 然后 你就是站在浪尖上面 很多东西 他当时 那个浪没起来的时候呢 凭着兴趣 他在这个海上面飘着 自由自在的 但是浪一旦起来了 很多东西就是被浪卷着一起走了 你这个时候 你不想被浪一起卷着走 你就可能要被爽出去 你 你只有乘着风才能破浪 所以你今天像李弹嘛 他就是乘着风 你看站到了浪尖 王俊国 没有被拉扯 但是慢慢走 就是说 这三个人的选择 正好是一个 一个踢路 就是李弹是在浪尖上面 抓得最紧的 崩得最快的 王俊国在当中 就是我也不要跑浪尖 但是我也不会被浪甩 甩掉 池子呢 那么有天赋的一个人 他想法不一样 他觉得这个浪方向 就是冲到那个沙滩上面 大家可能要砸死 我就不跟你冲浪 我要另外游出另外自己一条路 但他现在到底要怎么游出来 就很难说 因为这个风是一阵的 就是说 风一阵吹过 卷起了 卷起的浪 下面还有没有风 第二阵风什么时候来 都不好说的 那你有可能这个人就是 还是会在这个海上飘着 他飘着飘着 最终也有可能溺斃啊 或者就这样被人忘记了 就现在看来 你光有才能 是不行 你必须要有舞台 你80后脱口秀 曾经就是他们的舞台 脱口秀大会啊 吐槽大会啊 接着让他们演 并把他们推向一个高潮 要么就是 他们像北派 相声郭大冈那样 有自己的小剧场 你可以有一个固定的舞台 可以演 然后靠着这个演员的积累 把这东西做起来 你不行嘛 就再去找李丹嘛 大家开始有交情的 人成熟一点 就是 好聚好散 能够分开也能够再聚起来 就是看时机 就是看 因为资本 它不跟你讲感情的 大家有利益 总有一天还是会聚在一起的 是的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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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وال 很准解 是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